无论是中非之间就妥善管控南海局势达成的君子协定 内部谅解还是新模式 时间线都清晰明确 事实板上钉钉 证据确凿无疑 谁也抵赖不了 非方将有关当事人解职 恰恰说明中非曾就管控人海交局势达成过共识 非方出尔反尔倒打一耙 恰恰证明其在人要交问题上心虚了 胆怯了 也证明非方是背信弃义 侵权挑衅的一方 我们再次敦促非方 遵守达成的协定和谅解 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规定 尊重地区国家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意志 而不是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